歡迎收看全民音檢終極閱讀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全民音檢終極閱讀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時間是專門針對於全民音檢終極閱讀的 第一部分詞彙來加以分析 那麼希望從這個練習當中可以提升我們的英文閱讀實力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不要了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我們一樣找了四個題目來加以做一個練習 好 我們先從第一題開始來看 我們先把題目念完 好 看看有沒有這個觀眾呢 能夠找出A B C的哪一個答案 能夠先選出來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題 A person who always tell lies A person who always tell lies does not easily people when he tell the truth 好 A 呢叫 conclude B呢 convince C呢 condemn D呢 consort 好 這是標準的 call 單字的選擇 單字選擇 那到底哪一個放進去是對的呢 好 我們這個來分析一下 A person 一個人 什麼樣的人呢 凡是什麼樣的人呢 我們那個後面那個 關系指句來修飾前面的先行詞 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他總是tale lies 說謊 說謊 那麼說謊呢 tale lies 的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凡是 總是經常說謊的這樣的一個人 does not easy 並不會很容易的怎麼樣 people when he 人們 當他tales the truth 說實話的時候 沒有辦法很容易的 就所謂的放羊的孩子 經常說 說謊 那有一次說真的沒有人會相信 那麼所以說這個就是說很難怎麼樣呢 我們看A呢 是什麼呢 conclude 叫結論 下結論 這個是我們在做文的時候 我們這個文章裡面呢會做一個總結 會下一個結論 那麼B呢 convince 當然都是動詞的 那麼叫說服 或者怎樣的使某人能夠確信 使人能夠確信 就是使某人能夠確信 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那麼通常這個用法呢 我們可以這樣寫 叫convince 什麼人 of 什麼事情 something 比如說 he convinced mary of the news 那麼他呢 企圖說服 馬力呢相信這個消息 那麼叫說服某人 什麼事情 就是使某人能夠確信 convince 所以放進去呢 剛剛好就是這個答案 一個人呢總是說謊的人呢 沒有辦法總是convince people when he tell the truth 沒有辦法說服人們 那麼當他說實話的時候 沒有辦法說 就沒有辦法使人能夠確信 大家就以為他又在說謊 所以我們答案是B的 但是我們把其他答案也可以看完 condemned叫做譴責 譴責叫什麼叫折罵 blame 譴責 condemned 譴責 那麼 第一呢 consult 請教 諮詢 請教 問問題請教 叫consult 好 所以當然我們答案就convince 所以說 a person who always tell lies does not easily convince people when he tells the truth 好第一題 好第二題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他們選出正確答案 the poet left his country 空格 after he had been mercilessly attacked by critics 好我們答案有a呢叫 suspiciously b呢 permanently c呢 brilliantly d呢 hardly 到底哪個答案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分析 the poet叫詩人 做詩的詩人 這個詩人呢 left 離開他的國家了 那為什麼呢 怎麼樣呢 after 在什麼時候呢 he had been 過去完成式的被動 過去完成式 他已經被mercelessly mercelessly 叫做無情的 本來mercelessly是 慈悲悲悯的 加個l-e-s-s-s 變成否定 叫無情的 復詩 mercelessly 那麼 mercelessly mercelessly 那麼他無情的attacked 叫攻擊 被什麼所攻擊呢 被critics 叫做評論家 評論者 評論一件事情的人 評論者 好 那麼這個詩人呢 怎麼樣呢 離開了國家 在什麼之後呢 他已經被無情的攻擊 被這些評論者攻擊之後 他就怎麼樣的 他的國家呢 那麼A呢 叫 suspiciously suspiciously 叫做 懷疑的 對什麼事情充滿懷疑 那麼這個詩呢 我們想起一個叫 suspect 就是動詞 叫懷疑 就變成的形容詞 叫 suspiciously suspiciously 呢 就是懷疑的 那當然放進去是不合理 那B呢 permentally 這個字呢 也是副詞 就四個都副詞 這個叫 永久的 perment 永久的 那麼離開他的國家 是合理的 所以答案是B 不知道 這個大家有沒有選對 那麼 永久的 離開了他的國家 那麼 C呢 就是明亮的 很耀眼的 光亮的 明亮的 閃耀的 光輝的 很亮眼 叫做 brintly 那麼deheartly 叫幾乎不 否定的意思 也是副詞 幾乎不 所以這裡面的答案就是 permentally 這個是最合適 放在這個地方 是最正確的 也就是說 這個詩人呢 離開他的國家 the pointer left his country 那麼 permentally after 在什麼時候呢 he had been mercilessly attacked by critics 遭受無情的攻擊 他就乾脆離開了 再不再 永久的離開 permentally 好 那麼這個答案是選B 好 我們看第三題 next month Russell a plan to raise money to help those who lose their homes in the earthquake 那麼A呢 get rid of B呢 get along with C呢 came up to D呢 came up with 到底哪一個答案呢 是符合 啊 放在這個 正確的這個 空格裡面呢 哪一個啊 是正確答案 啊 這是考一個啊 騙語 好 我們來分析一下 next month 上個月呢 Russell 他怎麼樣呢 a plan 一個計畫 to rest 這個rest不是舉起的 這個叫 募 募款 啊 叫rest money 是募款 募款 那麼他怎麼樣呢 一個計畫募款呢 去幫助這些人 什麼人呢 who lose 失去他們家庭的人 就是無家可歸的人 在這個 in the earthquake 在地震之後 這些無家可歸的人 那麼他就發起一個募款 來幫助這些人 那 哪一個答案呢 A是get rid of 這叫 擺脫或戒掉 或戒除什麼事情 get rid of 我們通常說 get rid of bad habits 戒掉壞習慣 叫get rid of 擺脫掉 那b呢 get along with 叫做與某人相處 與某人相處 如何如何如何 那麼如果現在一個well get along well with 就是相處得非常好 相處得非常好 那麼跟某人相處 那麼c呢 came up to 叫做到達 或者 就是到達什麼一種標準 就符合 什麼 或者是到達什麼標準 剛剛好可以通過 符合了 叫cam up with 那這樣放起來都不對呢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呢 cam up with 想出 對了 也就是說 上個月呢 last month Russia cam up with 想出了一個計畫 to raise money 去募款 to help those who who lost their homes who lost their homes in the earthquake 想出一個募款的計畫呢 來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 答案 出 標準答案 好 好 最後一題我們來看一下 We should use water carefully when there are long periods of 什麼 那麼A呢 Typhoon B呢 Fraud C呢 Neslide D呢 Dropped 到底哪一個答案呢 好 我們應該 這個 有這個觀眾朋友應該選出來了 我們看 We should 我們應該使用水 carefully 非常小心的使用 When there are 當它有個長 Period 叫期間 一個什麼什麼期間 一個時期 一個什麼時期 那麼Long period 就長期的 長期的什麼事情發生呢 長期的我們看A呢 叫颱風 B呢 Fraud 洪水 都是災禍 這個 尤其這個 颱風 洪水這個 真的是非常痛苦 尤其颱風 之前才發生過這個 山土的颱風 這個在台灣 肆虐 非常可怕 Typhoon Fraud 就洪水 C呢也是非常可怕 叫山崩 就是Land 土地往下滑了 山崩 山崩 非常可怕 山崩 Draught 那麼叫做乾旱 乾旱 那麼都是名詞 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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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一個方向最正確呢 跟水有關的是什麼 那這個地方說 我們應該使用水 水最怕乾旱的來臨 我們看一下 We should use water carefully When they are long pure 當長期乾旱的時候 當然你用水要小心 因為那時候水是非常非常珍貴 就像上一次颱風呢 也引發了很多台灣地區呢 缺這個所謂的停水 那停水那真的是嚇人了 那這個可以說造成很多很多民生上的一個 不方便 不方便 所以是颱風也可能 不過直接的答案就是所謂的乾旱 乾旱 所以在乾旱的這個長期乾旱呢 我們應該對水源呢 要小心使用 We should use water carefully When there are long periods of drought OK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今天所帶來的整個節目 當然也希望整個節目如果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 不要了 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 下次全民簡終極閱讀見面 謝謝